知名旅法华裔艺术家王晏成 首次在历史博物馆展出54件作品 展现艺术家创作的精华 王晏成早年就从中国大陆移居欧洲 他曾经获得法国国家文化歧视勋章等等重要奖项 而且被称作是大师赵无极和朱德群的接班人 就像一个考古的工程师一样 揭去一层就是一个时间的概念 复航一层就揭去一层又是时间的概念 所以每个画的颜色都是洗出来的 而且很重你看 它这个边缘它都是自然的 当时的绘画当中呢 恨不得就把颜色直接挤上去 将创作比喻成考古工程 用鲜艳的色彩辨证时间的存在 他是旅发多年的画家王晏成 画风从具体转到抽象 这是他第一次在亚洲展出 这么多年画画就是西方的一个包容的 对艺术本质的自由的一个探索 使我的绘画重新走向了灵魂的自由 现在回归到自己本民族中国文化的根 没有任何的舒服 那么自然的架起来 东西方之间的这么一个沟通的这么一个桥梁 那么在这个用当代的绘画体现出一个华人 在世界舞台上的一个新的一种声音 王晏成的抽象画作善用鲜艳的色彩 营造出磅礴气势 同时融合温柔笔触 展现出富有道家哲学的神秘宇宙 王晏成在欧洲艺术界备受肯定 曾连续获得法国国家文化歧视宣章等重要奖项 被称作是大师赵无极和朱德群的接班人 艺术家说创作很重要 它就像是献给母亲的歌 就是我的画是献给我母亲的一首歌 对吧 是我对这个世间 对母爱 对这个宇宙的存在的一个感悟的一种述说 艺术家王晏成常年旅居欧洲 这次首次在亚洲展出54件作品 展现十年来的精彩创作